阿爸 你怎样理解权利和义务 阿仔 生活在社会的平民百姓 每一日都为三餐一宿中奔波 我们尊重社会规则 我们承担社会义务 我们日日守法 年年交税 作为一个公民 又如何体验我们的权利呢 如果说社会是大家的 国家是人民的 那社会的自然分配 大家应该有权去参与 国家的利益分配 人民应该共同去分享 如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 那就是奴隶 如果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那就是暴君 生活在现今的文明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 需要更开明 和包容 解决国家问题 也需要阔达和人性 只有开明和包容 才能服众 只有阔达和人性 才能立位 和系的基础 是建立在家庭 有多少欢笑 社会有多少歌声 国家有多少富裕 政府有多少青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